民眾坐火車發現前方座位有異樣 拿起手機錄影鏡頭放大居然在冒煙 而且煙還不曉不斷飄散 令目睹乘客傻眼 一次是有人燒香在拜拜 畫面瘋傳掀起民眾討論 很糟糕啊 我覺得滿沒功德的聲音 這樣已經算很誇張了 覺得有一點莫名其妙的感覺 還原選起事件經過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多 一名旅客搭乘台鐵707車次 舉關號新左營到台東的車次 發現一名男性乘客在點檀香進行煙供 由於火車屬於密閉空間 不但影響空氣品質 還有起火的危險 台鐵局表示這名旅客的行為 已經違反鐵路法第48條規定 其實是可以拒絕運送的 如果造成危害 可依刑法第173條公共危險移送 可能就會請車長來制止他 這種公共的地方就不應該出現這種情形 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弄彈香的味道 台鐵回應經詢問當日的職程車長 尋走檢查車廂時並未發現異狀 研判此旅客是短暫的時間行為 卡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則表示 所產生的煙霧妨礙其他旅客權益 根據法條可除五萬元以下罰款 不少民眾痛批這離譜的行為 還真的第一次看到 索性沒有造成意外 這黃毅君 楊宗彥台北報導